15克河吞毒素 就能毒害一名成年人 女人想神不知鬼不觉 杀害自己的丈夫 她把毒素混入酸奶中 丈夫毫无防备喝下 就这样被诊边人毒害 这个狠毒的女人叫蒋曼芝 为了杀害丈夫她蓄谋已久 这天 购物回家后 她发现喝下毒酸奶身亡的丈夫 于是报警声称 丈夫刘沐阳意外死亡 接到报警后 警察赶到案发现场 对现场进行了初步的勘查和保护 检查发现 刘沐阳体内和酸奶盒内的毒物 正是河吞毒素 警察依法对蒋曼芝进行讯问 她承认丈夫的死 可能与自己购买的河吞毒素有关 警方怀疑 二人因家庭矛盾 于是妻子通过投毒杀害丈夫 但根据这些线索 还无法给蒋曼芝定罪 法庭上 蒋曼芝辩解 买河吞毒素是为了自杀 而非毒死丈夫 她的辩护律师称 蒋曼芝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这就印证了她想自杀的言论 对于检察官的种种提问 新的线索出现 检察官发现 被毒死的丈夫 与几年前一名强奸犯 长得极其相似 强奸犯叫许一诚 当年被害人正是此案的妻子 蒋曼芝经过DNA比对发现 许一诚和柳慕阳 就是同一人 当年 许一诚还是蒋曼芝的上司 现在二人是夫妻 就这样 一起杀人案和一起强奸案 联系在了一起 只是受害人和被告人对调 真相究竟是什么 醉酒的女人被带到酒店 她无法反抗 就这样被伤害 女人叫蒋曼芝 伤害她的正是她的上司 许一诚 蒋曼芝将上司告上法庭 上司的辩护律师极力辩解 两人是男女朋友关系 争取宽大处理 但没想到许一诚主动认罪 结果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如今上司摇身一变 变成了蒋曼芝的丈夫刘牧阳 这不禁让检察官疑惑 蒋曼芝为什么 要嫁给一个强奸过自己的人 难道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结婚几年后 为何又要把她堵死 难道是蓄谋已久的复仇 检察官找到关押的蒋曼芝训文 提起当年的事 她情绪十分激动 毫无收获 检察官又找到了当年的律师了解情况 却发现当年为许一诚辩护的律师 和如今为蒋曼芝辩护的事同意了 一番询问 再次一无所获 随后 检察官又找到当年的监狱 从那了解到许一诚 性格孤僻 不爱说话 检察官出狱前半年 和同监社的黄阿伦打了一架 检察官顺着这条线索 找到了黄阿伦了解情况 他透露许一诚在狱中 画了一张女人的画像 检察官拿出蒋曼芝的照片 让黄阿伦辨别 但他表示不是一个人 从他这 检察官还了解到 许一诚出狱后便在足狱店当技师 工作期间和一位女客户好上了 这女客户正是蒋曼芝 原来许一诚入狱五年期间 蒋曼芝事业有成 翻身做老板 于是二人在足狱店再次重逢 女人惊恐地发现 为他做足疗的技师 竟然是侵犯自己的人 他下惨了连忙收回脚 这个女人叫蒋曼芝 这个男技师 曾经是他的上司 五年前侵犯过他 出狱后 上司沦落到足狱店当技师 看着上司现在的样子 蒋曼芝心里已恨不起来 案件调查还在继续 检察官找到蒋曼芝当年的合伙人 浦一诚 从他口中了解到 当年他喜欢蒋曼芝 在生活中无微不至地关心他 但蒋曼芝对他并不领情 于是 在那次部门聚餐后 他眼睁睁看着蒋曼芝被侵犯 他想让蒋曼芝不再高高在上 徐一诚入狱以后 二人合伙生意 生意步入正轨后 溥一群以为蒋曼芝会接受自己了 于是向他表白 并告诉他 当年是他抱的紧抓徐一诚 没想到 蒋曼芝当众给了他一耳光 因为蒋曼芝认为 主动承认罪行的徐一诚 比这个虚伪的溥一群更有担当 这件事之后 蒋曼芝更频繁地去到族玉殿 找徐一诚洗脚 渐渐地 二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日久生情 静暗生情愫 蒋曼芝想和徐一诚 开始全新的生活 删除过去的不堪 他无意间发现直播间 有一个和徐一诚极其相似的流浪汉 他让二人互换身份 徐一诚就变成了柳木阳 这个女人是恋爱脑 竟然不顾一切嫁给曾侵犯自己的人 两人来到陌生城市 这个恋爱脑的女人叫蒋曼芝 她离开之后 把微信 电话 邮箱筒筒换了 一直爱慕她的合伙人溥一群 开始疯狂地寻找 功夫不负有心愿 她在手机里发现了 蒋曼芝车辆的违章记录 当晚就赶去了她的城市 每天在她违章的地点蹲守 终于让她蹲到了 她发现了徐一诚 一路尾随 发现蒋曼芝竟然嫁给徐一诚 她疯了 蒋曼芝宁愿喜欢一个 侵犯自己的人 也不愿意喜欢她 她走进二人的小店 看到蒋曼芝手上的戒指 她告诉她 徐一诚从小就有深爱的女人 喜欢的不是她 这一句话似乎动摇了蒋曼芝 她开始变得多疑 女人刚还上孩子 却发现丈夫喜欢的是别人 你还好吗 我想你了 蒋曼芝拿着手中的 验韵棒不知所措 她开始翻看丈夫的手机 却发现通话记录 被删得干干净净 她开始变得敏感多疑 那天晚上 丈夫一个人外出 她看着手机上的 车辆轨迹记录 蒋曼芝偷偷跟随 竟发现丈夫和别的女人抱在了一起 但没有看到女人是谁 如此沉重的打击 让刚刚怀孕的她 感到肚子一阵剧痛 悲伤过度流产了 丈夫出轨 孩子流产 双重打击让她彻底心灰意冷 于是用河豚毒素将丈夫杀死 在法庭上 蒋曼芝承认了自己的所以罪行 尽管如此 她的辩护律师还是想为她争取 为她编造口供 控到许一诚婚内强奸 甚至详细到了当天的天气 但没想到还是被检察官识破 当天夜里根本不是像蒋曼芝 所说的狂踪大作 暴雨倾盆 同时 检察官还告诉蒋曼芝 那天她丈夫出去 和她丈夫抱在一起的女人 就是她的辩护律师 在案件调查过程中 检察官在律师公司发现了 许一诚在狱中做的那幅画 画中的女人就是她的辩护律师 法庭上 辩护律师直接承认 说出了她和许一诚的关系 我跟许一诚从小就认识 是邻居 男孩被后妈虐待 脸上总是出现瘀青 每次受到伤害后 她都会躲在律师家寻求安慰 久而久之两人如同清洁地 那天晚上许一诚出来见律师 只是为了和她分享 老婆怀孕的喜悦 然后刚好被疑心重重的蒋曼芝发现 导致了后面的悲剧 案件终于水落石出 在狱中的蒋曼芝 对杀害丈夫 只有无尽的悔恨 案子虽然结了 但检察官觉得律师并不简单 经过一系列调查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原来律师在结婚后 一直被丈夫家暴 在一次电话中 许一诚听到了律师的呼喊 于是决定为她做一件事 直接把姐夫撞死 趁着雨夜埋尸 可摆密一书 把自己的打火机 落在了埋尸现场 之后在一误认领时 律师发现了打火机 律一诚以为自己在劫难逃 于是在公司聚会上喝得烂醉 最后把蒋曼芝当成了律师强奸了 故事到这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 问世奸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随 律一诚因为爱 杀了姐夫 蒋曼芝因为爱 杀了丈夫 就像电影的名字河豚一样 她本身无害 但你要去伤害她 就会变成有毒的食物 人也一样 一旦你去伤害他们的家人 或者他们在意的东西 后果也如此 这就是电影 河豚的全部内容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